好继续再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全台各地在周二白天仍然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那不过周二开始就会有封面来通过了 那么东北季风增强 晚间的气温会明显的下滑 影响持续到19号 那么整体的气温是偏凉的 那么14号到17号迎封面的水气也比较多 18、19号呢只有东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小雨 也禁民众出门的时候戴上博外套以及雨伞 周一至周二白天各地天气炎热 不过好天气将暂时告一段落 受东北季风影响 周二晚间开始气温将会下滑 迎封面水气增加 预估东北季风将会持续影响到19日 随着时间推移啊 因为在菲律宾这边吃到 比较靠近吃到水温比较高 所以它还是有发展的情形 不过所有的模式各国的模式啊 基本上到就算到菲律宾东边的时候啊 大概就会转向偏北的情形 就转出去然后再朝东北方雨出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热堤 目前对台湾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一个情形 这一周来大概都是一个多云阴 或是局部地方有些雨或是阵雨的情形 但是温度其实不会太低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都东北风 这个风已经不会说把太多冷空气带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其实都还算蛮好的 就是23最低都22、23度这么的情形 那低温最低也大概就18度 可能就到期末周日跟周一 18、19的时候受到比较强一点点的能力 东北风下来 所以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大概都持平在22度的 20度到22度之间的一个低温 周四至周日 仍受东北季风影响关系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至于关岛西南方海面热带系统的发展 有可能增强成中台以上 不过目前观察对台并无影响 恐怕无法疏解干旱 接着长方夜好连事报导